大家好 今天开始讲OpenCV的第三节课 那么首先今天讲一下这个封面 这个封面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最近Facebook开源了三款计算机视觉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是做什么呢 这三款工具就是说 它可以在一张图画 一张图像里面去把图像里面的物体去分割出来 就例如是我们看到的第一张图 然后最后直接能够达到第三张图这样的效果 而且分割出来还不是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是分割完之后 能够把分割出来的目标去识别它是什么 这个工具所能够做出来的效果还是挺惊艳的 在业界包括学术界都对这个做出来的效果 给了比较好的 看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测试效果 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让人去看 只看最后一张图 或者只看中间一张图 我们都很难去 一下能够判断出来 里面的物体是什么 可能那几只羊比较好判断 但是右下角那个黑色的物体 我一直都没有看清楚是什么 然后后来看到了这个图画上面写的是一只狗 我才知道原来是这狗 其实是吧 你说它可能是一只野猪也有可能 而中间那五只羊 如果只看这幅图 我觉得我能猜出这个是一只羊 但你让我猜出五只都是羊 这个还确实是挺难的 而作为用计算机去实现 当然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一个效果 但是作为这个领域 作为这个相关领域的工作者 我也马上去试用了这么一个三款工具 但是实际的效果呢 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因为我用的测试图片呢 并不是的内容呢 并不是这张图看到的内容 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 这里使用到的一个分类 的前提是计算机知道要分什么类 就是里面的这些人羊和狗 都是计算机看过的一些物体 所以它能在这里做出一个分类跟判断 而我随便拿一张图呢 里面的东西计算机是没有见过的 所以它并不能做到像这个测试效果这么好的一个结果 但是其实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是这个行业的一个难度 因为其实做到这样已经是行业里面的一个顶级的一个水平了 为什么因为简单的一个图像分割 是很难分割到这个效果的 主要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简单的效果 可能这条狗会比较好分割 因为它跟背景的一个差异很明显 无论是特征轮廓还是颜色都很明显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分开 但是中间这五只羊跟草坪的颜色是很接近的 可以说如果是做一个灰度的T度的话 你几乎是找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分割值 所以这个也是它能够分割出来的一个优势 所以今天我会在课程的最后一趴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割的案例的代码 然后也让大家去体验一下 就是说难度体验一下做图像分割 分割目标这么一件事 其实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好接下来就是今天的一个课程的内容 今天的课程内容可能还比较多 主要是因为今天是基础课程里面的最后一节课 基础课程就一共三节课 今天是最后一节课 我会把一些之后会经常用到的函数 数据结构 矩阵的运算 色彩空间 转换 形态学 都讲了 这些只要是在之后会常常用到 我现在讲的也是希望我之后 讲解的时候用到的时候我不用不断的重复讲 有些简单的我会可能比较快速的去过一下 然后但是有一些比较灵活的点 我可能会讲的多一点 讲完这个基础的知识之后 我会给大家去实现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一个实现一个不规则的感兴趣区域 因为我们上一节课去实现 RI的时候更多的是使用一个矩阵类 矩形类 矩形类 reft 它是一个矩形 就是说是一个规则的图形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 我们也完全可以去实现一个不规则的RI 例如是一个六边形 不是正六边形那种 是那种非常乱的六个点 随意的六个点 抽起来组成的一个图形 都可以 然后第二个例子就是刚才在封面提到的 是做一个简单的 利用空间 利用一个空间 颜色空间转换 跟形态学的一个操作 我就顺便可以在这个例子里面 给大家去展示一下形态学操作的一个效果 实现这么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里面也会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函数 我也可以先讲一下 然后最后这个带新的这部分呢 我是希望同学们去自学 因为这部分其实挺简单的 只要 只要你们把我 只要 记得我待会说的在数据结构的那一块 所提到的一个六个常用的数据结构类 然后 之后我去配合使用做图的函数 例如画线 画矩形 画圆 还有 配文字 这 这个 这些 因为这些实际上也 不是特别算是 呃 不是特别难 但是 我觉得大家也必须要懂 所以的话 这部分 打信号 是一个自学的部分 对